哈喽大家好是胖妹 看今天嘴馋了买了五斤的海螺 看这个海螺还是第一次见 和那个螺丝都不一样 就像锥子一样 这次我可算是下雪本了 把它清洗干净 这个东西还扎手啊 多清洗两遍 然后把这个海螺的屁皮给它剪掉 还就快硬 哟终于剪好了 然后都给它剪 吃起来放心 哎呦还发现了一个小螳螂 中就要有一点冲动 然后才有将来 不要遇到一点作折就算了 然后我们切点葱姜蒜 热锅冷油先加一点红油 一勺就可以了 豆瓣用这样炒越炒越香 然后再捞出豆瓣椒里面的渣渣 不然会咸的 然后在锅中都加点猪油 这样吃起来才香 加入葱姜蒜干辣椒一起炒 加入海螺一起炒 然后再加入八角桂皮香叶白纸肉克炒火 一起炒香 哇 只是这个海螺是越炒越香 炒香以后加入生命的盐全 慢过海螺就可以了 加入两勺盐 胡椒粉 少许老抽上色 这个海螺特别的鲜 所以鸡精味精生抽都不用加了 然后直接煮开 抽干水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哇 香 哇塞 又是蛮神大 那我们就开动了 买买一大盘海螺 老爸喝酒 让我烧的那个 给大汤 老爸吃 老爸先尝一下 等一下再喝 我先喝一口 这个我也 我跟老爸都是第一次吃 挺好秀的 果然比家里的螺蛳鲜鲜多了 一口戏都不用看了 一口戏都不用看了 吃这个海螺太奢侈了 你看 都是螺蛳 既贵 里面的肉还小 哎 不好看 但是味道确实不错 挺鲜的 买 乖 到底海螺 海螺 整形 嗯 你这天螺 好吃过了 就是 真是下酒 这个海螺 有一点不好 怎么吸出来的肉 上面那个 就那个皮嘛 都粘在肉上 嗯 你看 把把食品吃到 嗯 这个肉 又鲜又辣的 真不错 是我喜欢的吊吊 今天也吃亏了 我应该吃米饭 这个汤汁也非常的鲜美 要拌饭吃肯定绝对了 可是我今天可惜了 烧的是最大 辣的好贵 爸怎么样 好吃 好吃 这是海龙 我跟老爸水饭沾的满手都是油 太爽了 嘴子还吸不出来呢 老爸使劲吃 老爸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 不吃了 我再来一瓶 今天喝的太爽了 吃的太爽了 今天旁边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吧 喜欢我去关注我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泡妹 一百块钱 买了清新冲的大鹅 回家做美食咯 走 我们先把鹅 放松一下 按按摩 沾掉爪子 沾掉爪子 掏出垃圾 好 大家看 鹅肝 鹅心 跟鸡鸭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好大呀 再把它清洗干净 炸一把盐 就用锁这样撕 今天做的盐水鹅来吃 涂抹均匀 有没有日光玉的感觉 再放在这里 腌制半个小时 让它完全的入味 好了 半个小时到了 可以开卤了 走 在卤之前 把葱姜蒜 鹅爪 鹅筋 放在肚子里面 锅中加水 大火烧开 盐水鹅的卤料比较多 费事 我也没有那个本事 今天偷偷从菜市场 买了一包 卤盐水鹅的配方 水开后 放入这个配料 卤出味道 放入七斤重的大鹅 卤半个小时 哇 看到好过瘾啊 这么大一铁锅都装满了 终于弄好了 把它捞出来晾凉 好大一只 半个小时 终于晾凉了 给它改一下刀 就这样成为我的盘重餐了 老了太大了 给使劲 不得站起来 奶奶今天不在家 然后我就吃一半 留一半给奶奶 好吃的东西都在肚子里面了 想想的留颗水 哇塞 先拿个鹅的 打打牙肌 嗯 香 嗯 像这 嗯 我去买卤了 38块钱一斤 太贵了 因为我自己做的 一点都不舒坦了 嗯 嗯 经济有缓散 嗯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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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起来贵 吃起来贵 看一块肉 嗯 对于这七八斤的大鹅 好 它的鹅鲁我肯定也是不会放过的了 鹅鲁拌饭也很贵 看一块 你看一块 哇 鹅当排饭真是人间美味 爽 太过瘾了 鹿鸭鹅真爽 吃起来 今天方便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